小五救活了唐三却牺牲了自己 小五的这种行为让众人感动 就算是身为反派的举给斗罗也感到震惊 身为圣女的狐狸娜 在看到小五为唐三献祭灵魂之后 整命都震念了 如果唐三此时的恒例和当年的唐浩一样 那么小五就不用采用灵魂献祭这种方式 毕竟当年阿姨献祭给唐浩的时候 也不是使用灵魂献祭 而是普通的献祭 然而此时如果小五采用普通献祭的方式 魂缓难以被唐三吸收 这个献祭或许是不成功的 小五选择灵魂献祭这种暴大的方式 其实万安全前都是为了唐三考虑 小五身为十万灵魂兽 他自然知晓献祭的方式 如果采用灵魂献祭的方式 将会造成的后果 他也知晓 灵魂献祭会直接导致十万灵魂兽 陷入万劫不复之地 永世部的超生 小五做出这样的选择是否值得 这个问题从小五走出这个选择的时候 就已经有了答案 因为小五爱我唐三是发自内心 发自骨髓的爱 所以小五的这个选择是正确的 至少对他而言是很有价值的 连反派都被感动到这般地步 剩余观众的我们 怎么可能不落泪呢 对此你是什么看法呢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